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刚视频里面有说到一个 你和你前女友吵架的问题 之前也说到 你是一个 不善于表达情感的人 那我想问 你会做一个冷处理吗 对 在我之前 我那时候不懂事 然后跟舞伴 因为舞蹈上的一些细节 冷战了之后 就转化到生活上 但是我要放在现在的话 就不会了 我会哄对方 好的 谢谢 你们这行当中情侣特别多 都年轻人嘛 保不齐今天闹个变腿 吵架 万一正好在比较重要的比赛 正好这两天的吵架 真的会影响发挥吧 是 上一任舞伴分了手 但是我们在分手之前 就报了名了比赛 然后我们没有去练舞 在比赛前的一两天 我们到了同一所城市 简单地练习了一下 我们当时还得互相装着那种 比较坚强的心去跳舞 结果比赛也没比好 就一般 5号 男嘉宾你好 刚才VCR提到说 你觉得你前女友总是提你的 舞蹈上的问题 所以你们吵架 这个我也很赞同 因为我是一名音乐人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音乐制作人 然后我们也会因为 对歌曲的意见不同而吵架 可能他看不上我写的歌 然后我对他的编曲也不满意 我特别喜欢这种 互相瞧不上的情侣关系 你们在一块好了多久 好 两年 前一年还是很好的 然后后面就是 可能感情也没那么好了 就开始互相挑剔 所以你是觉得找不是同行 会更好一些 是因为这个点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我和前女友吵架 可能是因为舞蹈上 想要让对方进步 共同进步 所以才会挑对方的毛病 现在一旦出现了这种事情的话 首先是先提升自己改变自己 好 好